妈 您又瞪着眼睛想啥呢 赶紧休息会儿啊 我在这儿想饺子呢 我今天想吃顿饺子 没问题 我回家给您包去 但是这儿没有人盯着呀 又不打针又不吃 要上厕所还能自理 要啥人盯呀 有事了我回去找护士啊 行 那我现在就回去包一下啊 奶奶 护士小姐 麻烦你啊 我回去一趟 马上回来 好 没事 奶奶 来 我们量个体温 要猪肉白菜的 明白 多放点肉 好嘞 那您先休息会儿 我一会儿再过来 姑娘啊 我想问你个事啊 奶奶 您问 那个有个当妈的 我是听说的啊 这有个当妈的生了孩子以后啊 老想抱着孩子跳龙 你说他这是不是得病了 您说的这个情况 很有可能是产后抑郁症 还真是个病啊 是病 那你说这病 那你说这病 是不是因为他心眼太小了 瞎琢磨得上的 那他要心眼放大点 什么事都想宽点 是不是会好啊 这个跟心眼没关系啊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 主要是情绪上面 就是他要是在一个 温暖友好的环境 大家都多关心他一些啊 病状就可能会得到一些缓解 奶奶 身边要是有这样的患者 可一定要注意他的情绪 尤其是面对孩子的时候 以前这种病得不到重视 引发很多悲剧呢 真 真要这么严重啊 好 来 体温正常 那我一会儿再过来看您 我先出去 您先休息一会儿 姑娘 姑娘 您一会儿能不能不过来呀 我想睡觉 我睡觉可清了 你来我怕你给我吵醒了 睡不着 行 那有事您按铃 好 还真有着病啊 还这么严重 我的天哪 我错了